公共场所的免治马桶你敢用吗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台北市这是优先顺序吗 第三个假如这是你的证件 你会去拍一个这么low的影片吗 今天这是你的证件 表示说你的程度 就是在马桶的程度而已 第二个你去拍一个偷窥的影片 你自己都不觉得 这件事情出去以后 会对你有多少的负面的批评 你连这种尝试都没有 这款人的刚好意做启定 其实我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 都跟我讲说 我们非常害怕 年轻 对 他说陈时中当选 是我们最大的噩梦 我们都以为年轻人 是陈时中的票 民进党的票 大政府的年轻人也要觉醒了吧 每次直播完都 部长下礼拜什么时候 我说再下礼拜 然后上礼拜因为你去美国 上次有时候跟大家请假 好像是这样可以从美国直播 也没关系 大家都问说 部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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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觉得我们听众观众 还是很多人有水准的 但是有要先问你一个没水准的问题 那个陈时中 部长对不起 他提出那个免治马头那个证件 你有知道吗 第一个当然知道 我的驾驶跟我讲说 不是因为我帮你开车 所以我不想投给他 他觉得说他自己都觉得受不了 为什么 他说第一个 一个公共场所的免治马桶 你敢用吗 第一个 第二个当然不是他讲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台北市这是优先顺序吗 第三个 假如这是你的证件 你会去拍一个这么low的影片吗 就是说你今天这是你的证件 表示说你的程度 就是在马桶的程度而已 第二个 你去拍一个这样偷窥的影片 你自己都不觉得 这件事情出去以后 会对你有多少的负面的批评 你连这种尝试都没有 这款人你刚好意做起定 就是他连一个基本的判断能力 就是说他不晓得优先顺序在哪里 第二个他连判断说 这个影片对他是好还是不好 他都没有办法判断 这种人你怎么敢 你怎么敢放心投给他 其实我现在很多旁边 很多的年轻朋友都跟我讲说 我们非常害怕 年轻 对 他说陈时中当选是我们最大的噩梦 我们都以为年轻人是陈时中的票 民进党的票 不见得每个年轻 大政府的年轻人也要觉醒了吧 是因为这些操作吗 也不止 我就觉得你看 最近从Pelosi来以后 所有的演变 大家觉得说老美支持我们好棒 好棒 就发现说 来时都在买我们东西的 都是兄弟茶 都来卖 卖 一下子来卖播音 播音在下 都过六百个 过六千元 然后卖我们武器 然后卖的武器 我现在不禁要问 那是我们需要的吗 第二个 买了你敢用吗 第三个 有人用吗 我们当兵当四个月 这些武器有人敢用吗 就变成说 美国的其中选举 因为他们选举到了 11月8号 这一些 不管是参议员 众议员 他都有业绩要交代 你后边都一堆参啊 现在发现说 全世界最好配合的盘 就是台湾 盘子 一来以后 他就带了多少的订单回去 然后他的选情就会变好 结果我们台湾 你会发现说 好了 从美猪也吃了 吃了 然后这个 武器也买了 博音也买了 而且博音是人家 一千架库存 放在那儿 现在 吃24个 是 你现在 花那么多钱 然后 你觉得年轻人都是笨蛋吗 我不觉得 然后你一个 Pelosi来 这些人来 你把两岸关系搞成 今天这个样子 你觉得抗中保台 这样的操作还有用吗 不是每个人都是笨蛋 然后你看 抗中保台的结果是什么 现在文旦没出去了 月平没出去了 这个 那个问题还不大 问题是你 EQFA的早收清单 500多项被注销掉了 后果还在后面 还在后面 我是觉得 我们都不评估一下 抗中保台 当然对某一些 绿色的政治人物 会有一时的 这个政治红利 可是我们国家付出 多惨痛的代价 同样的 你看人家韩国 一样的Pelosi 到了首尔 他们总统不见他 为什么 你是一个众议院的议长 我是一个总统 我们还是国家 还是要有国格 上市下市 你来 我叫我的国会议长 接见你 嘟嘟好 恰恰好 除非布林肯来 或拜登来 就是说 你今天一个外交 行政对行政 计法对立法 外交讲的是对等 第二个 南韩也在想说 我一下跟你 跟你美国搞得这么近 其实他跟中国 要做多少生意 他算不算不算 你今天美国在搞什么 chips fall 要围堵中共的这个半导体 对 要韩国不要进中国市场 有可能吗 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你中国 你说叫你 不要去中国做生意 就是说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 美国要怎么干 因为它是符合 美国的国家利益 对 每个国家 你要跟美国合作 我觉得也都没有问题 他们是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 那问题是 那有没有符合 请问你在符合 美国国家利益的同时 我们要问自己 有符合台湾的利益吗 有吗 不一定 不一定 其实我们跟台湾 跟美国利益是冲突的 对 最近讲 乐山基地 乐山基地是 我很早就注意到这个基地 为什么 以前台风警报 我一发布以后 我就告诉警政署 在山上 所有的人都要给我下来 我绝对不会 拜一架直升机上去救你 所以24小时 全部都要下来 结果他们最后 一直报一直报 报到最后 只有 二十几个人 就永远不下来 我就很纳闷说 那为什么 所有人都下来 这二十几个人 不下来 他说 不好意思 他是美国人 在乐山基地 是这样吗 我说 你以前说 还要泄露一个国家基地 真的吗 对 而且 好 所以我们买的东西 我们的东西 我们出钱 我们出钱 美国人在操作 资料 没有 他看 适合你们台湾看的给你看 大部分的资料是 不给我们看的 那我们不支持盘子啊 不是 我是觉得我们到底在干什么 不然你还设在台湾可以啊 钱你要出来 有什么我爱出 我已经出土地 我已经出人 对 又出钱 资料 你还没给我 我们在搞什么 我们在搞什么 然后这个基地是监控 一路可以监控到新疆 你觉得有一个 这东西在我们这 万一他不幸 中美打起来 那第一个就把这个 这个给他干掉 那不是 这叫什么 这叫怀弊之罪 主人无 弊之罪 跟我们无关 无台无地 你冲一下 在那里 假如说我们要跟老美配合 我觉得 没有问题 谈判嘛 嗯 我有什么好处 我有什么好处啊 最没说 你买不去 我现在说个不算 我们跟波音买的这二十几架 你敢不敢告诉我们 台湾人跟你买的价钱是多少 你卖给其他国家的价钱是多少 那其他国家还有的不买的勒 对 因为这一架飞机一直出状况 然后你卖给我们的这一些武器 我请问你 你卖给我们多少钱 你卖给其他国家多少钱 诶 你要我自己买 没关系 最没我可以说话 对 现在台湾比公 我们连 奖价的 空间都没有 就是我们何苦把自己 这个 这个不好讲 作件 我们何苦把自己的姿态摆那么低 为什么 我就看不 为什么我们现在 你以前做官员的时候 怎么会这样 不应该这样 其实外交部 我们的经贸单位 我们的外交单位 其实最重要的是谈判 谈判 谈判 就是说我们今天 要善用我们台湾的 有力的优势 我弟弟位置很好 没有啊 台积电啊 我手的啊 你要我在第一岛链 我可以苦努啊 啊 问题是 你要我站在第一岛链 跟你共同来 对抗中国大陆 也是可以 可以 条件来说啊 对啊 一年我一千亿 不然你最不 对啊 最不然你 现在乌克兰 大家都要比 台湾比乌克兰 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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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台湾 我就要自己买 啊 又用一个完全不合理的价钱 在买 这什么意思 看不 我只觉得 我们今天台湾 今天 慢慢的 你就会发现说 我们政府的负债 尤其是这几年 尤其这半年 自从 佩洛西来了以后 你看看 我们现在买多少 只买波音 买美国的 美国人 这些东西 买下去 都用青银 都用青银 然后三百八 三百五十个 五方 那是 美金 美金 好 好 一下子几千亿出去了 好 民进党刚刚上来讲说 我们要年改 嗯 把你们这些 军工教程员 我三十年 几年前回来 我跟政府签一床 合约 等我退休 我的替代率是九成 嗯 我觉得我愿意 奉献 把美国的高薪放掉 我回来 做这个工作 那你们考量就是 反正爱台湾 爱台湾 我反正 我 我认为我的 我的薪水 我可以活了过来 结果三十年后 政府说 啊 不好意思 误会一场 等我退休 退休 快要穿多少 六万 啊大家会讲说 啊老公 你比老公好太多了 你怎么来比 拜托 我们是国际市场 欸 我们这个市场 是国际市场 不是说 不是 现在的结果 我刚刚讲 你把这些公交人员 折腾这样子 你知道那些多少吗 一百八十万 一百八十万 连部长 你那些公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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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一角来 拿一角出来 我们军公交也不要弄得 这样的 一个残兮兮 现在弄到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台湾大学找不到教授啊 对啊 为什么 跟你说 我们这是国际市场嘛 我在 我在台湾以外的 所有的国家 薪水都台湾三倍四倍 我在想的 我为什么要回来 既然你刚刚搞我招贪 而且 我去外国了 对啊 现在就变成说 我们真找不到人 所以这个东西 你说台大找不到人 那现在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 我们的教育 就会一直一直的烈化 我这个年纪 我是应该古年退休了 在五年之内 其实我们 大概台大会退掉 四分之一的教授 然后补不上来 补不上来 补不上来的原因是 很简单 我们这个年纪的 爱台湾这三个字 还管用了 现在三十几岁的 这些年轻人 你跟他讲说 爱台湾 他自己想说 爱台湾 我爱 我是觉得 因为 其实一个人 要有一个人的价值 真的 一个国家 要有一个国家的价值 请问你 现在政府的这些部长 这堆 大家知道台湾的价值 在哪里吗 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欢迎上到 YT搜寻中广新闻网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 打开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最新节目资讯哦